大家好,我是天宇 新大洲本田昨天公布了它旗下的首款125级别的复古小踏板 NS125LA 其实咱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 它将搭载的就是NFC125的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也搭载在很多新大洲本田的小踏板上 比如列行EX125 其他方面你像配套的PGM-FI的电喷系统 CBS的联动刹车以及驻车制动功能 咱们从官方的图片可以看出 NS125L它会搭载液晶仪表 全车的LED的光源 和列行一样的那套无钥匙启动系统 至于是否会有高低配之分 现在还不得而知 既然这款车定位为复古踏板车 那么你像凸显了 复古风格的毛毛虫的座椅 封闭式的前储物箱 座桶空间方面厂家公布的是20升的容量 参考这个空间可以算出 这款车的油箱存储量大概也在6升左右 前12后10寸的轮毂 结合着这种复古小踏板的坐姿 对于个子比较高的朋友来说 会有一定的压力 简单说吧 这款车其实就相当于是新大洲本田的列行 换了一个外壳 加了一块液晶仪表 所以咱们推断这款车最终的售价 参考列行12980 我个人估计NS125LA这款车的最终售价应该在13000元左右 复古踏板车嘛 卖的从来就不便宜 卖的就是内阁份 大家伙觉得如果这款车卖一万三 你愿意为它买单吗 视频下面告诉我 定队